Hello 又是我 筆基道 又要提提大家 給多些 comment 啦 like share 啦 有空無事 按鈴鐺 所有有關的片 我都會免費 獲得我們最新的資訊 今天要和大家繼續講講 我們這個 尋找這個事實 結果 作這個價值投資 而這個事實 是一件 已經是一個趨勢 而這個趨勢 成了氣候之後 其實你的股損 經據你的思考之後 你就會整幅圖畫很清清楚楚 千萬不要用耳朵去看 一定要親身感受 看得清楚 要前後左右立體些去思考 所以有結果 體驗大法之後 還要是 正反 順逆思考大法 香港有一件事 從林鄭政府的年代 已經說過的 就是橫支會 黃遠輝 去講 這個 粉領高級 長 最後來已經說了 要怎樣怎樣怎樣 拿 最後來只有九點幾公頃 不知道九點二一 在一萬二千個單位 大約會有三萬多的人 因為很簡單的就是成三 現在政府就是這樣處理的模式 但是現在 環評報告又出了之後 就出現了就是說 環支會暫緩對粉領高球 建屋的環評報告 作出決定 那就是找來搞 那找來搞呢 跟學習的朋友 網友 我都給你們一個 意思 找來搞呢 就是去做勞作 就是找來搞 泥交 那就是找來搞 以後 如果我為大家分享 就是找來搞 那就是去做勞作 為什麼呢 又有一個局長 我以前也不太認識 因為現在多了很多局 叫做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借展環指出 政府不會為建屋犧牲環境 喂 這件事說 只是粉領高球場 我們現在的行政會議 趙債人 葉劉又出來說了 上水啊 鼓洞啊 很多村啊 那些這樣的村長都說 喂 我們會聯合所有的村 都會反對 一早就放了風聲 最後 怎麼起呢 即使換句話 都還沒談好數 因為這就是事實 很明顯 但是現在又跳出來 一個局長就說 正研究壓縮環庭的時間 又指濕地大部分都是分散的 這就是廢虎之言 說了都沒有說 好像蕭先生 這些客人都認識的 媽媽是女人的事情 你都說 合不合理啊 真的合理啊 究竟你們搞什麼呢 現在又說 所有的事情都要為建屋建屋建屋 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因為 沒有辦法有屋住 年輕人沒有屋住 多建屋 好啊 百日維生就來了 10月19日 又來了 最後來也是廢虎之言 也就是等於廢話 你看完報告都知道是廢話 因為為什麼呢 有地你又不去搞 沒有地你又會去填海 北部都會你又說搞 明日大約又搞 3、7年加上15年都還沒搞定 你看一下就知道 我們97年在啟德的一塊地 整個機場搬了 整體規劃10年之後之早 現在 直到今天 喂 香港的經濟下行的時間 它正在建屋 繼續下行 最差的時間可能會建屋 還有 留心一下一些事實 很多發展生要組織一起 組成場外團去搞 那為什麼呢 放著它搞 還有 好大起工是一個很大的 表演場地 運動場 因為要做大型的運動項目 因為我們的運動 有成績 我又問你 周圍一些屋 圍住一個 CBD 很多的 格級寫字樓 再圍住一個 運動場 以前還說要有無鬼輕鐵 現在已經取消了 很簡單 我問大家 究竟有沒有想清楚自己搞 你想想都知道有問題 現在的經濟 香港的經濟 說要有兩個都會 將它搬移到北邊 中環這個都會 現在多了一個啟德 又有另一個很大型的都會 又有寫字樓又有什麼 很混亂 所以香港 從政的人 從商的人 不要這麼短時間去發展 否則 受害可能是我們的普羅市民 好 下次再見